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煤气公司退休 退休金3300元 离异 住房面积60平米 这是小屋 你看这没洗的干不干的 你自己看 真干的 来的吗 来的一道都洗 哪个老太不洗 哪个老太不洗 人活着的话你就得干的 你不能买它 对不对 我就是不睡觉 我这个东西 我也得洗出来 洗到过半夜两点钟 我也得洗出来 看咱王叔 可真不是一般的干净 衣服埋他的 半夜不睡觉 也得洗出来 这干净劲 都是受他老母亲的影响 王叔说了 他就是个干净利索人 一分一秒都闲不住 跟侯娘说话这样 操起脱布 又开始忙活脱地了 天天找人脱一遍 不脱一遍 那他干净呢 但是说洗了以后 就我家一定都说 离婚的大闺女小媳妇 她也没有我干净 你可以防 该说不说 王叔这个干净劲 真是没话了 王叔说了 除了爱干净这个优点 自己的性格方面 也挺占优势的 王叔说 可能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 有点二玩了 疏于了对家里的照顾 所以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而后 把唯一的儿子 抚养到了14岁 儿子就去日本 找母亲去了 现在自己一个人 孤苦伶仃的在长春 所以想在晚年的时候 找个伴儿 身体好 就是想着就是 富太点儿就行 这意思明白吗 胖乎乎的 也别太胖 也别干嘛啦香 那就叫丰满 是不是 对对对 丰满 丰满就是 说把人家有点女人味 丰满有女人味一点 其余啥条件都不在乎 而对于王叔说的 丰满有女人味 红娘觉着 家住长春双阳 最近来长春市 走亲近的赵云青 赵大姐比较不错 来 先握个手吧 好啊 我是红娘小菊 知道 没写事是 赵云青52岁 无收入 无医保 跟儿子同住 藏偶 这是上姐姐家的窗门来的 哪儿的窗门来的 昨天前面来的 平时在双阳那边 跟谁一起住 我儿子 我儿子 跟儿子在一起住 儿子不让回家牌 孩子还要去 孩子比我儿子 就挺内心的 因为儿子那一项 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 自己找对象这事 所以赵大姐说了 就先不把红娘 带回双阳老家了 如果真相成了 带领红娘回去 给儿子报喜 我就做个买卫 二十多岁三来 最时就做买卫 那时候做买的时候 我挺听见 那时候市场都占卧 你不占卧 占卧好货 你就得占好卧 能卖快一点 反正哪一好卧占占占卜 市场门口就占出产门口 那做卷占卜 大家升天 冬天12中 半夜12中占卧占卧 占卜占卜 那卖水果 开始是就是出小菜卖水果 赵大姐说 自己之前一直摆摊卖水果 后来就做水果批发了 反正一直做水果买卖 做了二十几年 那会儿自己起早爬半夜地干 没少吃辛苦 钱是没少挣 但给老伴看病了 也没少糟 他是那啥 后儿子肺癌了 肺癌的 那儿住院 那儿住院 为什么钱没少挣 也没少账 也没存现 当时老伴 那时候住院的时候 花多少钱 那也那花不少钱 十多万二来万 花了将近二十万 给老伴看病 但还是没能留住 患肺癌的老伴 那会儿也因为 需要照顾生病的老伴 赵大姐就放弃了 做水果的买卖 现在姑娘儿子都成家了 赵大姐想 总个儿子儿媳 住在一起 也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趁着年轻 自己还想再迈出一步 反正我也没啥 现在就是我一个人 也没房 也没地儿 啥也没有 反正条件 操作就行吧 咱得给我 我俩花了 中国是那么想的 给老伴花钱看了病 给儿子娶了媳妇 买了房 赵大姐说了 现在自己啥都没有 找个不挑 自己经济条件的 有衣保有工资的就行 而王叔那儿呢 还真就不挑经济条件 于是红娘决定 先让这俩人见解 你好 这个友谊的握手 从哪儿开始呢 来吧 友谊的握手 还带过去了 这个是赵云青 赵大姐 这个是王春辉 那个叔你先给介绍 介绍你这屋吗 你这逛一逛 看一看呢 这个也没啥介绍的 就是这么个情况 是 完了 你这个屋 那个屋 啥的 你都给掐过掐过 这屋就是 两个掐过了 你拿来 草牢了 这屋就睡觉了 这屋这说句话 好像虚实没有那啥那种 那种说 第一次面坚持 那种感觉没有 我们相处这一人 我们相处在哪儿 这两相 刚一见面 这俩人还都有点没放开 给彼此演员跟印象分 打得都不太高 不过相亲这事 咱得慢慢看 详细聊 才能更深入地了解 彼此不是 我没有公知 我是能寸的 知道吗 我混合也是能寸的 但是我能寸也是没能寸待过 明白不 明白明白 我正在那个酸洋待过了 我二十多岁吧 就来到酸洋了 来酸洋之后 我就开始做买卖 做生意 那时候就来做小买卖吧 还准备说零售 就推着大推车了 啥都啥都推卖 那种的 就卖水果嘛 嗯 完了以后这一点点 就大了嘛 就做批发 在市场嘛 都开一边 就这样事了 做了十多年 完了之后我家人有病 我也啥也不干了 就待着了 我家人家寸他 你家呢 就年了吧 我家那是没的 走了 孩子呢 孩子捐婚了 几个 两 我一公子一儿子 嗯 小的 我这个儿不够吧 是 赵大姐说 从王淑的说话唠嗑中 能感觉出王淑是个挺实惠的人 唯独就是客有点小 听到这儿啊 早红娘开始特意见起了王淑 你没看书 就是说现在年轻的时候可帅了这样的 你信吗 你别说年轻的 他信了啥 他是吧 话也不能论书 是老了 岁数大了 但是你有风光 你有风光的一样人 那你年轻时候有风光的时候呢 那不是 那都咋风光 不是 说你咋说呢 那时候我不是说我来学 假如说我乡中哪个小姑娘 我就是主动的 也保证是同意 而后呢 赵大姐也开始问起了 自己比较关心的问题 你啥大位 我现在没气公司 没气啊 那我问你那个大哥 你那个 你不愉快开多些 三千八呀 三千三 三千三呢 那你以后要想咋 安排这个公司呢 这钱呢 你俩生活共同花呢 我感觉吧 就是嘛 他存三千块钱公司嘛 我感觉有点少 因为我俩花嘛 因为我没有公司 我也没有那个 讲话 什么另外的收入啥的嘛 我俩花我感觉好像 紧闷点是那种感觉是 也差不多吧 就吃喝 那吃喝的 那是 就吃喝的 吃完也无所谓 就大吃了 那不没有 那啥吗 咋的吗 人就是俩就是过日子 就是谁给谁介绍 是俩在一块处也好 怎么也好吧 我就反正提钱怎么也 是你闷闷公司 他想提钱 这人提钱吧 就没啥太意思了 有一点上提钱 他有点是伤感情 听了王叔的工资数啊 赵大姐觉得有点少 因为啊 自己没工资 这日后要是真在一起 是三千多啊 跑出去俩人花销 就没有能宰下的钱了 而听完赵大姐问公司的事啊 王叔啊 是打心眼里 觉得有点不得劲 再一个 也觉得自己跟赵大姐的演员方面 差了一点 那这两个人最终的想法 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我想你这个人了 是不是 到我家来了 你不用那块 你生老病死我都付出来 是不是 那话说过来 你不还是没感那么太可心吗 就是对 可心的话啥都有了 不可心啥都没有了 那就得了 刘云63岁 退休金2400元 租房住 雷役 有时候半夜起来 还得挣着挣着 哎呀 刘阿姨这个干净劲儿 是不是跟咱王叔挺像的 找一个适合自己 喜欢自己 完了怎么说呢 完了逐渐 就说要差不多 个头了 长相 听了刘阿姨的择偶标准 我们红娘决定 先把刘阿姨的情况 跟王叔说一下 看看王叔那边 感觉咋样 挺好 挺富的 我能令我见见他吗 能 你要是觉得行的话 就令你见见 那行那行 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 这王叔迫不及待地 想见刘阿姨了 听说刘阿姨爱养花 王叔说了 自己得带一份见面礼去 我送给他一份花盆 表示我的一点心意 这有心 我什么都应该买一心 我就买这个花了 给你十五 行 好了 婆 行 谢谢啊 行 好了 好了 走吧 来了 我听到刘阿姨的声音了 来了 阿姨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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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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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这花没有花 给你的 你不喜欢吗 我也喜欢 这叫啥名 这是幸福花 祝你幸福长寿 都幸福 都幸福 我跟他说 你爱养花特业 是要花是买的这个花 是吗 那还能买的 买的 没事没事 小意思 小意思 带上幸福树 见到了刘阿姨 这份见面礼 是让刘阿姨很高兴 紧接着刘阿姨就带着王淑 参观自己养的花了 好 这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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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少 挺好的 这些花 反正就是喜欢 那粉的 真的吗 这粉的 可真人 叔叔你是在那看花呢 还是看照片里边阿姨那照片呢 俩都看 人家好 长得也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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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得挺好的 感觉也不错 也是我心目中想象的人 我个头一小的可想 可想 可想 我本来我挺棒的 就好像不是这样子 再继续了解 了解 这俩儿一见面 这王淑是对刘阿姨一百个满意 一个劲地表示 挺好 挺好 但刘阿姨这边 觉得王淑有点个小 但刘阿姨也说了 不能凭第一印象就给人判零分啊 还想再继续了解了解 那这个叔叔叫王淑火 然后阿姨叫刘云 然后我昨天不跟你说叔叔六十年 实际叔叔六十三 六十三五几年生日 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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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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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份 咋的 好像不可去 咋的呀 我俩生日 就一个月 相隔一个月 就一个月 你二月份 我的 对 而且我是二月十号 连一个月都不到 年轻人都不同 就是这个不过百天嘛 这个好像是 他对某一个人吧 不太好 对 有这么个说法 他说 那我不知道 他有一样事我没跟你说 他肯定还不行 我为啥不找小的 他肯定有那方面要求 我们也好 你是咋考虑到这一方面的 因为叔叔也没 他年轻啊 那我不好 我能好意思说吗 指定这个年龄 因为男的吧 七八十都很可疑 但女的不一定 女的在更新七一以后 我就不一定了 他说你比他小 然后他比你大 然后你可能 就是你再结婚找老伴 你肯定会有就是 夫妻生活方面的需求啊 他考虑到是这一点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对 就是 男女就是甚至需求这方面 这个我还真没考虑到 但是这方面吧 我没毛病 我是正常人 我没毛病 是 他考虑到的是 你年轻 你可能 以后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他可能满足不了 他担心的是这个 我真没经过往上 在这方面的形式 因为说白了 咋也不说 跟他俩结婚生日 对不对 因为王叔 比刘阿姨年龄小这事啊 刘阿姨说出了自己 比较介意的原因 但对于刘阿姨 所担心的事啊 王叔说 自己压根就没往那方面想 在王叔看来呀 只要是自己相忠了 咋的都行呢 我就我自己 我媳妇离婚了 她媳妇 我媳妇和我儿子在日本 在国外都结婚了 我公之三千多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 怎么说呢 去穿用我都比较强 别说有没有急需 别说有没有多少钱 你什么意思啊 是 我一月三千多块钱 但是你假如 假如咱俩过日子 你生老病死我都不管 你别说十万五十万 我姓王爹就给你掏 你不用你儿子 你拿一分钱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好像这小时候 是不是讨厉说大话呢 我不是说大话 我敢娶你 我就不怕 这个想法 照比一般男人还是强的 我发现他说话吧 还是不错的 物质归物质 人归人 但是那么一眼吧 第一眼 你想还是那个 就是我想找的 怎么说呢 咋也得翻牌点 这个人物是相忠的 挺有好感 哎呀 看在王淑 这说的话闹得磕 看来啊 王淑是真相忠刘阿姨了 而刘阿姨这边呢 对王淑的印象啊 也略微的提高了一点 只是阿姨还是觉得啊 在演员方面 王淑差了那么一点点 因为俩人都爱唱歌 为了进一步增进感情啊 红娘决定 带俩人去KTV唱唱歌 在这 这 还有这个 对对对 来 开门 进 一会儿你们就是高歌一曲 都好久没来过KTV的俩人啊 刚一进来都很兴奋 刘阿姨首先高歌了一曲 一般般 唱歌一般般 没你唱的好不好 他实际没有 实际没有唱的好 因为唱歌必须有底气的主要 完了声音 从来都拔上去 在唱歌这方面啊 王淑是没谦虚啊 他很自信的说 自己一定啊 比刘阿姨唱的好 要给刘阿姨好好展示展示 争取啊 在印象分上 在网上提上那么一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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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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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你 你不信 你不信 我不是那么 太理想 你敢用不理想 你刚才你都给你理想 你也不告诉你他想啊 你跟你说那个 是 那你不得努力嘛 这玩意不得是 注意球嘛 你年轻的时候都能不能 追球呢 这现在哪里呢 他 他年纪这样 这个想法嘛 嗯 那就没必要 也别 这也不能太想求了 行 对 你们可以相互留一下微信 甭管他们聊不聊 是不是 行 谢谢你们这个节目组 好好好 我太感谢了 不管成与不成 你们尽力了 对 激烈了 对 是 成就我们完美的节目 但是没有完美的节目 也不能 看得出来啊 这王大哥是挺相忠刘大姐的 在争取的过程当中呢 咱红娘也想方设法的 给俩人创造了不少互动的机会 但谁能想到啊 王大哥越是想好好表现自己 给自己加加分 结果呢 就越往刘大姐的枪口上撞 你看 就像在KTV 这王大哥非常用心地唱着京剧 说啥也没想到 刘大姐最不喜欢听的就是京剧 所以啊 刘大姐说 虽然是偶然 但是 这也是缘分啊